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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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凌晨是谁帮助我们呢? 很多人回答是上帝 那么大家认识上帝吗? 那么上帝是谁?上帝是全能者 这位全能者上帝要帮助我 我的内心有没有确信是全能者上帝在帮助我呢? 全能者上帝做事什么都能做到 那无论是我个人的处境 还是我的家人 还是我家庭的处境 无论是什么的处境 全能者上帝全都能解决啊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份确信? 我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这信心正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啊 这信心正是让我认识上帝 能够认识上帝的知识 信心就是使我明白 正是知识啊 如果我们相信 相信的时候就能得到 而很多人光嘴上说上帝帮我 内心却没有信心也没有确信啊 很多人说哎呀我认识上帝 我也相信上帝 其实我内心有没有这份信心呢? 我们找下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上帝 这位全能者上帝 这位帮助我的上帝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那么上帝能做什么呢? 上帝什么都能做啊 世上的万物 这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呀 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内心有着确信有着信心的时候 就能得到这一切啊 全能者上帝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每当我朴牧师告白全能的上帝的时候 我内心是充满了这份确信 我内心是充满了这份信心啊 而我们呢光嘴上是全能的上帝 而我内心没有一丝确信 也没有信心 也不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 马大夫八章十三节 照着信心给我成全一切 而我内心有这信心吗? 信心是能让我认识上帝的 信心是能让我明白这一切 而我内心却没有这份信心呀 如果我内心有这份信心的话 我们来到教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有时候我们去买一个很重要的门票的时候 就很努力 甚至跑着去买门票 而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确实很马马虎虎啊 罗马书二章六九 我的行为 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全都在查看 都是知道的 我心里的处境 我心里的一举一动 上帝什么都知道啊 能让我入睡 这也是上帝在做 能把我叫醒起来 这也是上帝在做 很多人来到教会 好像就是 光表面的仪式上 甚至就是以习惯性的来到教会 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这时候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吗? 我内心的一举一动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心 上帝全都查看 而且是知道的 我遇到困难了 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么 有经验的人 或者是明白的人 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一个道理的 我内心也没有认识上帝呢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一切的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那么这时候上帝使我明白一切 上帝使我醒悟过来 而我们每个人都醒查一下自己 我内心有没有这份确信 我内心有没有认识上帝呢 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始终不明白这困难是怎么来的 我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总会挣扎在这困难中 直到有一份确信 直到有一份信心在我心里的时候 这眼前的困难就能得以解决呀 希伯来书五章七八节 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八节九节呀 那么通过眼前的困难 通过眼前的挣扎 学会的是顺从 学会听从上帝的话语 很多人遇到困难了 很是挣扎很是痛苦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是什么呀 马太平二章有提到什么呀 耶稣 耶稣出生之后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 刚生孩子 几乎尤其是在东方 父女刚生孩子 要做月子的吧 比如说在我们小时候 当时父女们很辛苦的 生了孩子之后还要干活 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的呀 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的呀 那么顺从就是立刻顺从 不是要等着自己先安顿好了再听从啊 我们为了添饱肚子 也愿意忍受困难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上帝是帮我的 上帝是全能的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为什么这么的轻视呢 甚至很藐视啊 我内心爱不爱上帝啊 那么 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 每天早晨用盐水漱口 那么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有一杯水或者是饮料 那么我现在嘴里很咸 因为用盐水漱口了 而我们呢 我们总是 按照我的肉体怎么舒服 就愿意怎么来 我们来到教会是来投靠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是能解决所有的困惑 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啊 在这凌晨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帮助 要投靠上帝的帮助 上帝是最好的 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只要来到上帝面前 一切都能得到解决 而我内心有没有这份确信 总是心里带着一种 哎呀真的能行吗 哎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行吧就试试看吧 都是这样的心态啊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全都知道的 而且也在查看啊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阿们 我们再读一遍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一二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阿们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他愿意 所有人能得救啊 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庞大 上帝的爱是深深的爱了我们 那么 基督的 这主耶稣基督是面对我们所有的人呀 上帝的奥秘正是基督啊 圆安福音四章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那么 当时撒玛利亚妇女面对耶稣了 那么 耶稣呢 都知道这撒玛利亚妇女的曾经的过去 那么 直到 耶稣告诉她 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当 当 撒玛利亚妇女认识 耶稣就是基督了 而且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这时候 这妇女就 就得到了变化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主就是基督啊 在基督里我们呼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啊 我们呼喊主啊 我们称 我们称呼耶稣为我们的主啊 那么 我们称呼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赎主 那么 这凌晨我们来到教会是来遇见主耶稣基督 来投靠上帝的呀 相信我们都有一些经验 曾经我们相爱相 在这世上相爱恋爱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怕 大半夜都愿意出门见自己相爱的人 宁可去冒险也爱去见自己相爱的人 那更何况我们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 我说我内心爱上帝 那我来到上帝面前 我是什么样的心态 是什么样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姿态呢 那么我们明白真道吗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们内心总是带着疑惑 我这件事上帝真的能帮吗 这时候得不到帮助的 我这件事只有上帝能帮 只有上帝帮助我 在这份缺信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这凌晨我们要确信 要相信只有上帝能帮我的事情 我这件事只能上帝帮我 只有上帝帮我 在基督里我是崭新的新人啊 那么提摩带前书二章五节 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涉为人的基督耶稣 阿们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在这世上我们追求钱财 追求权利 很多人有了钱 就把这个钱当成是自己的保障 很多人有很多房子 就把这个房子当成自己的保障 这世上的一些都是虚无的 最终是败坏的 那么不足的朋友 陪奥牧师曾经跟大家讲 银行也是虚无的 我们投靠银行的时候 上帝就会让银行 毁坏 我们投靠自己的健康的时候 身患重病 我投靠自己的智慧的时候 使这个智慧变没了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而上帝也是记邪的 上帝要求我们的是爱上帝 除了记忆二十章五到六节 我们不相信上帝 投靠别的的时候 一定是败坏的 一定是被毁坏的 投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为什么孩子先失去生命了呢 有时候很多家庭 很多人把孩子当成宝贝 投靠孩子 结果这个孩子年纪轻轻 先死了 我们信靠的对象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反而相信别的 我相信什么 什么就会被毁坏了 我内心投靠别的了 都会失败 而且都会被毁坏 那最终失败了 才来到主面前吗 趁早的来到主面前 趁早的来投靠上帝 依靠上帝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这个心态也好 这个态度也好 大家知道韩国人 韩国人为什么都毁了自己的儿女 韩国人特别依赖自己的孩子 大家知道在海外 在美国 尤其是在西方 不依赖自己的儿女的 而在韩国呢 总是依赖自己的儿女 很多做父母的被儿女抛弃 因为投靠儿女了 就被 就被 笼络呀 我们投靠的对象 只有上帝 我们只相信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儿女做孝子 大家知道很多老年人在养老院里 就骂自己的儿女 哎呀我相信我的儿女 就我儿女 却抛弃我呀 我们要相信的是上帝 只有上帝是 值得我们相信的 因为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我们依靠上帝 只养来上帝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上帝解决我所有的困惑 而且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使我的儿女做孝子啊 是上帝帮助我呀 上帝并没有说儿女能帮我呀 或者是房子能帮我 为什么父母留了一笔财产 因这个财产 儿女之间就相互争论争吵呢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啊 是最好的祝福啊 我们不需要担心忧愁啊 很多人说哎呀我家孩子特别操心 我疼爱我的儿女的时候 儿女就操心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需要爱的 我们爱的只有上帝 只要一心一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负责所有的一切 我们要领受至爱呀 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吗 只一心一爱上帝吧 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把一切交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啊 上帝的旨意是让所有的人得救啊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最终去天国啊 我们辛苦受累 为什么呢 通过眼前的辛苦受累 醒悟过来认罪悔改归向上帝 使灵魂得救赎啊 我们不听从上帝 不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会经历辛苦受累 那还不听从 始终完更不悔改的话 最终就是被灭绝 灭亡啊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实行公义 上帝也实行灵敏 那么我们要认识这真道啊 分党结派的时候并没有跟随真理啊 分争争吵 分党结派那怎么能是跟随真理呢 所以我们不要分党结派 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 尹夫所说一章十节啊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阿们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上帝帮助我 一整天上帝帮助我 那我和上帝之间 全能者上帝和我之间 是有一位中宝的 我们是罪人 而全能者上帝和我们之间 是有一位中宝 上帝是一位 而我们每个人也是个体啊 那么上帝和我们之间 这位中宝也是一位 而我们是罪人 上帝是审判我们的 上帝是公义 上帝是爱 那我一个罪人 怎样才能和上帝 确立起真实的关系呢 我们是被造物啊 我们都是犯罪了的 而我们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而我们怎样才能和全能者上帝 联系起来呢 就是需要这位中宝 是基督耶稣啊 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上帝给我们的允许 是通过基督使我的罪得到赦免呀 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过 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罪过的时候 上帝使我明白真道 上帝给我知识 使我认识上帝啊 那么在这凌晨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这一整天都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出了门还会遇到困难 还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遇到困难了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的时候 说明我那些没有信心啊 那么面对眼前的困难 面对眼前的问题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悔改呀 只要我们能悔改的时候 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我的罪得到饶恕了 这时候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上帝使我知道眼前是怎么回事 这正是信心啊 信心就是使我明白过来 信心就是知识 大家知道很多人 事业出问题了 事业失败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 而面对这样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切的认罪悔改 做司机状悔改的话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上帝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比如说下雨下大雨下暴雨的时候 上帝给我的感动是悔改吧 就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 我就求告主主啊 现在为什么下雨呢 那么我内心的感动就是悔改吧 雨下的越大 我需要悔改的 就要更加彻底多悔改 多悔改 那这时候上帝给我感动 那我就如实的顺从 听从啊 我们经常有自己的打算 我出门的时候 带一袋垃圾 顺道可以扔垃圾 而上帝交代我们的时候呢 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的 那么大家 听从上帝的话语啊 我们经常爱听从的是自己的理论 我们爱听从的是自己的主见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自己的理论 是完全顺服 是完全听从啊 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奇迹发生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面对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见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理论做事 但是 在这世上 跟世人相处的时候呢 我们 也知道应该怎么相处 是按照 要像智慧人一样 那么 面对上帝的时候 在世上看似是傻乎乎的 而在上帝这里 却是智慧啊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只有顺从 是听从啊 而在这世上 只认世俗的 却不认识这上帝的智慧啊 我们虽然在这世上生活 而我们是要成为属于天国的国民呢 瑞利比书三章二十集 上帝是一位 而上帝和我们之间 这位中宝是基督耶稣啊 是基督耶稣 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啊 那么 我们每个人 都因基督罪恶得到赦免呀 基督洗净我一次的罪过 基督洗净了我的罪恶 使我睁开眼睛 使我明白上帝的话语 使我领悟过来啊 所以 在基督耶稣里面 在基督里使我获得这信心 大家遇到困难了 大家失败了 回过头来大家就会明白 哎呀当初如果不那样就好了 那么有两种知识 但是 世上的知识呢 并不是属于上帝的知识 世上的知识呢 看似合情合理 看似很讲道理 但是仅是世俗的 而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呢 是有奇迹发生的 认定上帝 投靠上帝的智慧与知识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红海分开 正是因为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那么 四分之一 第一个四分之一 通过读圣经 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呢 那第二个四分之一 就向上帝悔改吧 向上帝悔改认罪啊 我们要获得这信心 因信心使我们认识上帝 很多人心里没有确信的时候 什么都可怕 什么都害怕 什么都担心忧愁 就比如说 有一个包子 不认识这是包子的时候呢 就觉得 哎呦 这什么东西啊 还冒着烟 但是知道这个包子是好吃的 这包子是能吃的 那知道的人就是 哎 这是馒头啊 可以酱 可以蘸酱油吃 很好吃的 就举个例子 简单的举个例子 所以我们都要明白 那么信心 有了信心才能明白 我们认识悔改 初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明白 上帝使我们认识 我遇到困难了 我遇到 我遇到一些困难了 是因为我没有信心 什么都不明白呀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那么上帝和我之间 是需要基督耶稣啊 大家的家庭遇到困难了 很多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您看 还是说明没有信心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我们家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呢 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明大家还没有属于基督呢 为什么别人能 那么就比如说 有些家庭呢 寻求教养礼节 太久太久 从祖祖上上 就一直追求教养礼节啊 而在上帝面前是不讲究这一切的 那么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这一切的罪过啊 所以上帝教导我们 我们要忍耐 学会忍耐 学会基督的忍耐 真心的祝愿大家每天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全能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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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内心很困苦啊 我内心很痛苦很挣扎 我心灵很苦恼 唯独全能的上帝能解决这一切啊 我们相信在这凌晨上帝帮助 一直以来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我父上帝只有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只有基督是智慧与知识 去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正确的明白过来 使我们的困难得以解决 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庞大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正是基督啊 去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正确的认识基督 使我们领受祝福啊 我父上帝 我们面对困难了 我眼见遇到处境了 去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彻底的悔改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投靠上帝的帮助 使我们通过眼睛的问题 聆听上帝的声音 使我们每个人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去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 奉耶稣的名 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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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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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